就来关系华生的邮报 上面讲的是欧巴马的这个移民新政策 其实很多人不满 但是也有很多人受惠 很开心的是那些小孩在美国出生的 非法移民父母 现在终于可以不用被遣返 不过不赞成这下移民法的人认为 这根本就是间接在鼓励偷渡客来到美国 也会让美国的犯罪率跟失业率因此升高 好纽约时报来看到 美国总统欧巴马他绕过了国会运用行政命令 也要推动改革移民措施 其实这个效力就是等同于联邦法律了 刚才也看到共和党很不满 他们警告欧巴马这是违宪 但是有分析也指出来 说过往其实有总统 他们会运用行政命令来通过法案 欧巴马背叛违宪的机会其实很小 国际纽约时报转到日本 日本正式解散众议院 下个月14号要举行大选 首相安倍晋三之后在记者会说 选举是交由选民来决定安倍经济学的走向 外界认为执政党将会有一番选举苦战 英文卫报 英国有三位嫌犯在两个礼拜之前 被发现持刀要斩首一位民众 因此也遭到了逮捕 而事后这些嫌犯表示 他们的灵感是来自伊斯兰国 要攻击没有信仰的人 现在他们被以恐怖主义罪行 遭到起诉了 这些人都被发现了 内吓呢 我也不知道